段宏林是中国邮政武汉邮区中心局的一名驾驶员 2020年在武汉遭遇疫情袭击的最艰难时刻 作为共产党员的他冲锋在前 日夜奔赴于武汉三镇运输防御物资 为医疗救治争取宝贵时间 被评为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党员 新春走基层今天就让我们和段师傅一起重走那段艰辛而光荣的抗疫路 当整座城市还在熟睡中时段宏林一天的工作也开始了 收来要件上风签准点大车 这是56岁的段宏林再熟悉不过的工作流程 他说自己可能是看到武汉第一旅陈光次数最多的人 2020年1月23号武汉关闭离汉通道 整座城市被安下了暂停舰 当天武汉邮区中心局便紧急成立了防御物资运送突击队 段宏林毫不犹豫地加入成为最美逆行者中的一员 当我一车防御物资装上车了之后 就忘记了害怕就没有害怕就一心想了 哪怕是提前一分钟把这些防御物资送到抗疫的一线 武汉人民在过关首途有则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挺身而出 匆匆在前 我们走进了这个专班 每天120台车 24小时待命 这里面司机全是我们党员 整个防御期间 我们运送了防御物资 是85万箱 7万灯 确保 无差错的全部送到了我们武汉市的各大医院 抗疫期间 段宏林连续76天没有休息 总共出班230余次 运送防御物资和保障物资近32万件 为生命接力与时间赛跑 段宏林在车上赤住 经常连续工作十几20个小时 为了满足段师傅的这个心愿 经过与有关部门联系 我们帮他找到了这位最熟悉的陌生人 好 你好 你好 您还记得我吗 我在这个地方邮局在给您送防御物资的 好 好的 好的 段宏是段宏吗 是关注啊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您啊 感谢 感谢 可是我们应该是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给我们的支持 他们能够到我们医院来 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 其他的有的运送的物资 他不敢进来 我们段宏他们邮政这一块 他们就每车都是到我们的现场 然后我们共同地来接收 来转运 我们做好了保障 临床一线 他们才有勇气进入红区 抢救我们的新冠患者 这块石头被称作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压仓石 看到它仿佛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段 举全国之力支援武汉抗击疫情的日子 如今火神山医院已经关闭 但是在疫情形势最严峻的时候 这里曾留下了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日夜奋战的身影 在火神山段宏林遇到了来自银川原厄的护士长杨凤娟 当时有记者在现场被他们拍下了这张照片 时隔一年时间两人通过视频再次见面 您看我在哪呢 我在火神山医院呢 好激动好激动 当初我来送防疫物资的时候 看到您比较疲惫呀 是的 当时我们抽组的中症二科 89人几乎全是党员 正在紧张的筹建病区 随时准备接受病人 也是最忙碌的时候 记得当时连续36个小时 能睡3到4个小时 但是当时我们充满了信心 在火神山关闭的前三天 我们才撤离的 等所有的悲种病人康复出院以后 再次见到这些抗疫期间遇到的白衣天使 让段宏林喜出望外 而令他更高兴的是 自己的家乡挺过了疫情 熟悉的城市烟火器又回来了 我送完邮件以后 我得上这家来过早 武汉叫过早 吃早点 对 吃早点 疫情期间封城的时候呢 这家就关了 解封以后呢 这家又重新开张了 我能够来吃热干面特别高兴 全国人民给热干面加油 你们北京炸酱面 也给武汉热干面加油嘛 我就请您尝一尝热干面 和以往几乎每年一样 今年春节期间 段宏林依然主动要求值班 所以特意赶在小年这天 和儿子儿媳 一起为家里两位老人采购年货 华登初上 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地 提前吃了顿年夜饭 饭后翻看着段宏林的奖状 二老很是自豪 灾难以后就是重生 整个武汉市 那就是也是一个英雄的城市 主上就熬过来了 时隔一年再次来到武汉 除了街上佩戴口罩的人们 已经几乎感受不到新冠疫情 曾给这里带来的阴霾 这些天我们采访了 逆行的抗疫司机 还有与病毒直面交锋的医护人员 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 中国共产党员 而正是这份奸相的责任与担当 让他们成为了 构筑其武汉 这座英雄之城的平凡英雄 总台阳市记者 湖北武汉报道